太极者无疾而生 阴阳之母也 动之则分 静之则和 如同宇宙混沌的太极本源 太极拳脱借天地万物之力 蕴含着刚柔 虚实 动静 快慢的阴阳平衡 太极正是这门拳术的中心哲学思想 不同于追求拳架形式的外加武术 太极拳强调由内而外 正如以山水风景 隐喻人体形象的内经图 说明了脏腑经络的相互关系 身体内在的脉络 气息 如果能够控制运用得当 则劲道将如流水般源源不绝 太极拳动作 松 静 揉 缓 着重调息 松柔的积极特征 与现代养生习武的方式不谋而合 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广为流传的武术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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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无心插流的社团经验 却在机缘与毅力的加总之下 曼云与太极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且成为竞技武术中的常胜军 这个96年全国运动会拿到第一名 那最早这个是在北京 这个在北京那个时候 这个叫什么亚青杯的缩绍 第一个世界杯是2006 这两个世界冠军 那这个就是99年的联棒 国小六年级在北市国小一个比赛 那我是总教练 我去看 我发现怎么有这个小女孩 这个女孩子非常适合 她身材非常均匀 那么她的这个意志力非常强 很有任性 我看这个小孩子很有前途亏练 我就很高兴说有一个老师主动来问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一看到他的感觉就是很像亲人 所以我就很主动我就骑脚踏车骑到协会 后来她自己跑来啊 从平正骑到这边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我下来一票就说这个女孩子怎么那么小 我就危险啊路上危险啊 我说以后你不要叫爸爸载啊 那回去我会给你载过去载去坐车 第一天其实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拉我同学陪我去啊 然后进了协会的门就 老师我是曼云你还记得我吗 要重复简短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啊 就把我的时间都占掉了 有不懂的 他自己在拼命在练 练好啊不懂再练 所以很快大家很快 我答应老师有空要来练 然后我就是有空我就是会来 所以我就从国小六年级毕业吧 开始国一开始认真的 就是会跟他一起练习 第一次去比赛就拿到第一名 所以大陆那个是 那个什么会长我到我们家 所以他就想办法 我到大陆来 我顾着他一定会拿冠军 我说不行 我还准备把你大陆挖过去 有什么会听 我要怎么不行 就步入了一些真正的 竞技武术领域里面的东西 所以就开始学武术 苦练多年的曼云 虽然在表演竞赛过程中 可以展现太极拳的清零优雅 刚柔并记 但角色已渐渐转变为人师的他 对于太极 静的诠释 与真实的面貌 却无法真切地说明 因此他步入了运动科学的领域 想要一探究竟 为了能更深入了解太极拳的精髓 曼云回到了母校 国立体育大学 找汤文慈教授解惑 看看在太极中的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曼云你觉得静是什么呢 在太极拳离 老师我觉得静是一个很玄的东西 是那种由很缓慢到突然寸静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能要对静做一些实验 去了解静到底是什么 让这个弦变成了科学 科学 那我们想想看发静 我们常常听到发静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发静是什么呢 在你练习当中的体会 就是瞬间发出的力啊 好 所以也许我们要测 放一些量色系 也许测力板等等 可以看出它发静的一个技巧 或者一些 高速摄影机 对 也许ENG去测它的肌肉花清醒 那我也听过有人在讲听静 这个听静 是在推手你们有练习到吗 有 听静其实跟发静有点相反 听静应该是等候别人来攻击你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到它攻击你的那个 瞬间的感觉 所以你必须用你的身体 去感受到那个攻击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会针对听静做一点实验的设计 也许会去放压力感受器去看看 你跟对方他的一个练推手的时候 他的一个压力 代表他的一个感受 压力感受来看看这个听静的情形 那还有一个是我有听到人家在讲画镜 那你对画镜的体能又是什么呢 画镜可以让很强的力 然后把它很顺利的卸掉 常常这个画镜的时候我也会听到这个揉镜 这个揉镜 似乎太继续在练的这些都是一个巧镜 所以我们也会放一眼睛去量射看它再去发镜跟画镜的同时 它是不是真的用力抵抗 所以它是它的肌肉使用的程度 不化程度是很低的等等这些我们可以去测量 那可能也会放了足底压力协定看它的一个借力死定 还有对地面怎么去借力死定 因为我有听过有人说到吞天之气 好像是借用环境之间去画这个镜 所以我们会去放足压 就是去看它跟地之间 人跟地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许我们可以探索这个很玄的字 让它更具去画 为了探究太极发镜的真相 科学团队到了嘉义如鱼道馆 看看这松柔的太极招式 但是镜道到底从何而来呢 打太极招不是像外面说打前的时候提升起来 一定要讲气势 我们现在变成说 你看我这个动作就是提升 那太极招呢 现实上要装着 要缩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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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那种展现的那种利益 那是整个基建的 所以 再来呢 你还要 你说你这样 我如果用手要推你 一定是这样推的 这样推 是力量 不一力量 你看 我现在就是 我用小的 给你什么不用力 哦 是 你看 给你什么不用力 再来一次 嘿 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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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 地上 对 哦对啦 天地之间所有反径的状况都算了 对 所以我就是借着地上的秘密 是不是很轻的 我没有用力 就把你 顶起来 这个叫做 这一支 太极拳的松 蕴含着重要的秘密 清代太极宗师王宗岳 所撰写的太极拳论中记载 人刚我柔 伪直走 我顺人被伪直黏 指出攻防都要讲究柔静 并将对方的力量引开 使他不着力 所以太极拳手中松 而且是身心都要放松 当我体会所谓的接地之力呢 其实是地面反中的力 然后我会想办法说 类似用北少女方式力 立线的去冲突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 受人约柔 就是人在柔的时候 你的杆杆系统更容易调整 其实当 他强调是说 我们也要松肩成肘 其实就是下半身 虽然是借地实力 借地之力 但是当我们在对的时候 他这个柔 其实是让我感觉到 是可以去调整空间 就是我的力线 在集合上空间的一个改变 怎么说呢 比如说当我力对力的时候 这样子的冲突 其实是好像硬力之间对抗 那那个柔静 就是当一个力量来 我成了以后 我的力量的一个方向运作 可以去随时做调整 反而可以找到更有力的方向 去改变他的力线 比较有效地去化解 这些的攻击 所以他的这个感觉跟 用少年犬的比较刚硬地 去对碰的体会稍微不一样 这是我从老师这边来的体认 那我觉得之后 也许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实验 去看看他这些的影响 他的这些的角度 太极的松肩沉肘动作 可以在外力的作用之下 轻松调整身体的动作变化 来借地化解 甚至更可以借力实力 发镜破坏 这动作之中到底有什么细节 又是如何改变 我们跟地面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会来 讨论的是太极的发镜 我们请到了一个太极的专家 做一些发镜 到底他怎么去 用这个松柔的概念 去把这个镜道发出来 那一般我们在讲发镜的话 他们都会讲到接地之力 所以他的接地之力 到底怎么执行 所以我们会放 足底压力鞋垫在他的鞋底 去了解他的角 是如何去接地实力 去接地之力 去来做这个发镜 那另外他的发镜 到底怎么发 才能有他对对方的一个破坏 也是好奇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会在人的身上 就是被发镜的人的身上 放一个压力垫 去看他发镜的技巧在哪里 那同时我们也会贴ENG 在他的身上 去了解说这个发镜的人 他的肌肉的活化情形 是怎么去传送身体的力量 来去做这个发镜的情形 好 这是压力 压力就是单位面积分支力量 所以当一样的面积的话 力量越大的话 他的压力就越大 或者一样的力量 他的面积越小 他的压力也就越大 所以你会发现一样的力量 可是我的面积很小的话 其实你的压力感受是会疼痛的 所以通常我们的疼痛 会用压力词来看 那反过来说 他的F就等于P乘上A 也就是说这个力量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压力 再乘上他的压力面积 我们就会得到他这个力量 那另外我们也会再安排被发镜的人 就是一个 就是发镜的人他的足底压力的穿足底压力 看他是不是 他是怎么被发镜的 是不是被拔根 因为在太极拳常常会讲到说要拔根 所以我们也会用 就是被发镜的人 也会去穿足底压力写电 这样来比较 然后也会再排一个是一般人的发镜 就是去对照这个大师的发镜 去看就是一般人想要去推动一个人 跟他们练过太极拳 想要怎么去推有如何的差别 开始 以太极拳来讲我们常常会背的 骑跟在脚发育腿主宰也要心理手指 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 那这个东西呢 我在刚年念硕士班的时候 本身我们本身对这个东西 在念大学 我们的老师一直要求我们要背 要背 那背是一回事 那等到我念硕士班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人真的可以做得到 做了一些实验 当你打击到车力板的时候 到这个车力板压力剂它会摆动 那这是一次的带机 那在这个打击一般的武术打击它会只有一个峰值 但是我们在这边所测的资料 在一次的打击之中它居然有两个峰值 第一个峰值基本上我们认为就是一般的武术也会产生的就是 我们第一次在碰撞的时候 当我的拳头打到这个压力板的时候 第一次会有一个碰撞 那在这个碰撞以后 我的手呢 贴在这个打击的目标上面 当这个打击目标要离开我的手 那一般的打击呢 在这个碰撞以后 这个被打击物它本身就直接摊开了 可是在我们这边所测到的打击里面 它的这个打击物在还黏在我的手上面的时候 本来打击到的时候我速度降低了 在它还没有离开我的手 我可以产生第二个这个推撞的这个峰值 所以它会产生第二个峰值的状况 那以我们对中国的谚语来研究的话 或许这个就是所谓的全打三身后 打击深度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认为 并不是碰撞的第一个值 代表了你的打击力量很强 而是在整个打击的过程之中 积分出来这个冲量 可能代表了我们武书中所讲的劲 OK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大师发进的一个足压的分布的情形 这是它足压分布的情形 包含了它的左脚的前驱后驱跟右脚的前驱后驱 那这条中线呢是它的一个发进的分歧点 这个分歧点就是当它在推这个受制者的时候 它这个被推的人开始动的时候就是这个分歧点 也就是说它移动之前的 这是它的压力分布 跟开始移动之后的一个压力分布 那你可以发现当它这个被推的人开始启动的时候 这个分布呢 你可以发现说它两个 不管是左后跟或者左 应该说左脚的后驱跟前驱它两个的力量都很大 那它的右脚是次肢 也是有一定的程度大概50%左右它的比例 那另外一个是一般 我们请了一般的人来做发进 那这位大师呢 他是体重大概是80公斤 然后我们请了一个是90公斤的一个一般人来帮我们发进 理论上它的体重比较重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进的效果 那你看它其他的区域 不管是右脚的前驱后驱跟左脚的前驱 其实它的力量都非常的小 也就是它只靠一只 很可能它在推的时候 它的前面的左脚已经有点拔根 所以没办法借到这个力量 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发进在主要的表现 它的一个技术的层面 所以一个发进 虽然是手发进 你可以看到脚 其实它的一个差异才是最大的 所以所谓的我们说力来自于力 力跟于力其实是有道理的 这是大师推这个受射者的人的一个压力的分布形形 然后我们就反算成一个力量的资料 那我们是在这边放了一个压力感测器 那它在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它一个推动的情形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大师所推动的力量的确比较大 那这一个是一般人推动这个受射者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它一个推动的力量的分布的确比较小 它的峰值比起来两个差了不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一般人的推动它的重量是比较重的 可是它的力量借地使力的技巧不同的话 它推到它的身上的这个手的这个力量也跟着会变得比较小 这就是借地使力的一个应用的技巧 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两个对照 那另外呢 你会发现当我们把力量对时间做积分的时候 就是等于冲量 因为冲量是等于力量对时间的积分或者累加 就是等于它对一个质量产生 对这个物体产生了多少速度的变化 也就是它推动了这个受射者的速度变化的情形 所以当这个积分面积出来比较大的话 就代表我推动这个人 这个人被推动被破坏的情形比较严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积分面积除了公值大 它的积分面积也比较大 显现这个的大师他在推进发行的时候 可以对这个被推的人产生更大的一个破坏 这就是它的接地之力的应用 我们人就是借着周边天的能量跟地上的那种租源 我们把它融为到身上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要松柔 你这个人如果不松柔的话 就像一条电线 如果短路的话 这个电线上面很多秀 那常常就会短路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柔最重要 你必须要松柔才能够吞天接地 吞天接地之后呢 又可以帮助你身体更松更柔 因为这位发筋的大师说 他们的一个太极的发筋呢 其实是要松肩成肘 还有接地之力 他们是说不能用真正靠手来发 这是要靠地的力量 腿的力量来发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1MG的两侧 去了解它的发筋的技巧 是不是真的是松肩成肘 然后接地之力的方式来发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要贴的1MG的位置 所以上身我们贴的是趋腕肌 跟深腕肌是腕部的肌群 那左关节的话 我们是贴二头肌跟三头肌 那下身的话 我们膝关节的话是贴 前面的话我们是贴骨石肌 后面是贴骨二头肌 那它的小腿的部分呢 前面的话我们是听进行肌 跟后面是贴肥肠肌 那我们先看它的激活情形呢 我会去做两个区块的时间来看 这一条线是指它推动它的一个切割线 所以推动之前它的肌肉滑的情形 跟推动之后它的肌肉滑的情形 就是它两个激活情形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手部腕部肌群 一个是深腕肌一个是屈腕肌 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发筋的前面 就开始做了供缩缩有一个很大的活化程度 然后要把它推动的那刹那又再来一次 去做供缩缩 稳定它的关节来去推动它 这是它们发筋有阻抗的情形 现在我们来看它的 轴关节的深肌跟曲肌的表现 那这两条其中一条是它的曲肌 就是公二头肌还有深肌公三头肌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肌群的方式 你会发现说它在发筋 就是当它在破坏这个被推的人之前呢 它有一个曲肌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所谓的成肘 它们的一个成肘是会向内的 也就是说它可能真的不是在用手推 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推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用手推 其实通常都是反向的公三口肌在模化 可是我们看到的确是一个松肩成肘的表现 它可能之后是用躯干去挤压 不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肌群 可是的确看到了它的一个松肩成肘的一个技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膝关节的肌群 一个深肌 一个曲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有阻抗的时候 它的确它的一个活化程度会上升 也就是说它阻抗增加 它真的要抵的话 它会利用它的一个腿后肌去做推增的动作 所以为了接地之力 然后发力于根 的确是从下肢上来的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活化的模式 的确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是下肢的 踝关节的肌群 一个是曲肌 一个是深肌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曲肌的表现 跟深肌的表现 后腿 腿后的是算我们的 踝关节伸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在有阻抗的时候 的确活化程度增加了 而且是也比较提早 之后呢就伴随着的TA也增加了 显现说它的一个推增技术就是 当要做推增的时候 它腿后肌会先做推增的力量 但是之后它其实不会一直往上蹲 它其实它的TA之后也活化增加了 它就是 就是膝关节这边跟白关节这边 有向前顶去做推动 用整个深的力量去推动 而不是纯粹的像跑步的推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确 这两个肌群都有一个轮动式 去增加它的一个力量 去做这个阻抗 这就是它的一个接力之力的一个技巧 下肢肌肉有顺序性的发动收缩 可以让力量发挥到极致 若是没有轮动发力 就容易产生着力 让动作灵敏度降低 不同方向的肌肉力量彼此消耗 因此 让身体再初期保持松 是很重要的 然而瞬间发进的过程 不同方向的肌肉同时间出力 无法发挥力量 但却具有稳定关节的作用 让身体成为 传递地面力量的强刃支架 掌握着轮动 以及共收缩 两种截然不同的技巧 似松飞松 让力量来自地 方能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打手歌记载 敌不动 挤不动 笔为动 挤先动 不讲求主动攻击 一旦对手出招 要再瞬间判断 对方出拳的力量方向 速度 大小 以便在短时间内做出最适合的攻击 以听劲加强感觉敏锐度 也就成为太极拳必备的训练 以劲带动舍己从人 等待对方的攻击 顺着他的力量改变力量的重心 进而达到拔根的效果 让对方失去重心 再借力使力的攻击 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若是要练习 就要应用推手 所谓推手 就是两人万 被接触的情形下 所进行的攻防模拟对练 在中国武术中 八卦掌 永春拳 也都有推手的形式 但名称不同 太极拳中又以打手成之 借推手的练习 来感受敌手的意图 攻击的方向 并运用 彭 铝 挤 按 踩 裂 肘 靠 的太极八把 发挥巧劲交互使用 所谓听镜头 飞机拳 我什么时候提出 我这样一张 就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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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完就发一发一案 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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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短 这样来念 你这身体的一个 这个 我们的肌胞 就已经 都拌满那个 我们的一个 好像电波一样 所以你在那裡我就聽得到 你這個用力我就把它發掉 以前都是他聽進練到能夠磁場 一磁 兩磁 三磁 一直一張外 當然我說一張 到一張前過來 他已經聽到馬上刷出去 聽進都這樣 那你的功力越高 那聽進的距離越遠 所以我們都是一拳只差 全部打三勝三 就是一拳的三勝三 就打不到就好 剛開始聽到這個天氣 放大的時候 我給你抓住 我提不住 如果放在這裡 我輕輕就開掉 聽進簡單地來說 眼睛不看 但使用身體其他感官去感受 像是皮膚 其實人的身體組織各處 滿部著感覺瘦氣 可以感受溫度 疼痛 觸碰 壓力 震動 即本體感覺的各種訊息 再透過周邊神經傳送資訊 到中樞神經系統 受氣的分布密度 因區域而有所不同 例如手 就是感覺受氣分布較為密集的地方 透過聽進 能在與對手接觸時 感覺到對方肢體力道的方向 立刻做出反應 引導而不是抵抗對手的力 使對手的進攻落空 讓對手暴露弱點 然後進行反擊 這種觸壓絕的感受 人人都做得到 但精細的程度就各有不同了 太極全家在全架下進行的單推手練習 外觀看似不斷的繞圈 其中卻是不斷透過按 鋁魚來進行攻防 若是沒有辦法熟練的以鋁鏡 將外力倒開 那我們安置在接觸點的壓力片 就會顯現接觸壓力 急速上升的情形 停進一般我們講的話 就是有一個叫做 先從丹田的氣捧出來之後 用一開始是皮膚跟皮膚的接觸 因為我們練這個丹田氣 所以慢慢就是我們講這個 皮膚聽不如氣聽 就是說我們在初學者的話 他是有一個表皮上的一個接觸 造成了一個有一點壓力 一段時間的時候 他可以我們講沾點黏水 他可以追著他的這個距離 所以他可能只有皮毛之間的一個接觸 然後這個聽進他應該不是用單純 我們講說耳朵的聽 他是用內心的一個感覺 是一種感覺的 比如說他力量來了多少 我畫多少 我去多少 他是看我還是畫我 我必須要很明瞭他內力的一個表現 現在我們來看他們兩手壓的一個壓力值 隨著他的壓力的分佈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一個動作過程中 剛開始的時候兩個 剛練兩個沒有碰過 然後他們的一個力量的感受性 常常不太一致 所以好像一開始忽高忽低 但是當他們練到了一陣子之後 好像慢慢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力量的控制 然後怎麼樣 這樣之間形成一個相互的移動 維持這個壓力的控制 這個所謂的聽進的感受 所以你會發現後來就穩定了一些 除了他們在轉角的時候稍微 可能因為要轉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方向轉變的時候 稍微有點直 可是在比起一開始 其實已經進入蠻比較平靜的穩態了 這就是我們用壓力感應器 可以量測出他們一個聽進 他們這種互相之間去聽對方 這種搭桥的一個感受的情形 除了散步在身體各處的一般感覺受氣之外 還有其他的感覺 需要靠特殊器官去感受 例如視覺、嗅覺、味覺、聽覺和平衡等等 這些感覺器官與受氣的資訊結合 可以讓大腦整合了解周邊環境、空間以及時間節奏 並且下達正確的反應動作或行為 這些資訊的整合是可以透過一定的訓練來協助改善 進而改善運動場上的表現 例如棒球投手投球時 投手需要保持清晰和準確的空間知覺 才能將球按照一定的方向和角度投出 太極聽進也是相同 如果能夠練就靈敏的觸覺感受 就可以與視覺、聽覺相輔相成 更能夠完成筆圍動、緊先動、先發智人的效果 自己練的時候打拳 無人勝有人 就是說沒有人的狀態下你要感覺 所以也有一種練法就是說對著自己的影子去練 它也是一種聽勁 就是說你看他的位移 你去感受那一種頻率也好或是那種吃破 還有一種的話就是說透過這個兩個人對 一個人當然有時候會抓不到自己的一個輕重 兩個人一對的話 他本身他的壓力來了之後 我是不是合理化的 印證我打拳的時候的這個轉動 有辦法把它劃掉 我們講這個沾連連水是兩個人實際上對 對 但是還有一個叫覆蓋對吞 它是一種氣場 所以一般太極拳他在講的話 他並不是單純只是身體操作 他是透過以液導氣以氣運升 所以他講的這個聽勁 並不單純只是接觸點的那種反應動作 他還包含一些就是無形的 我看不到的就是內氣的一個發放 因為他透過兩個兩個互對 然後把一些定步的推手 然後活步的推手 慢慢加以去鍛鍊之後 然後再慢慢練這個裝法 練丹田 練導引 然後把這個東西表現出來 所以發進可不能隨便發 還必須以聽進等待時機 順勢 力點 三向騎背時 才可以發揮最大的攻擊力 雖然發進 聽進 看起來旋之又旋 但是如果在力量與體重 本來就已經有極大差距的狀況之下 有可能讓身材娇弱的太極美少女 對抗體格壯碎 善於情報的橄欖球員嗎 他以前最主要的東西就是走化 走化 絕對不能頂 頂你力量就不夠 那你跟那個千斤就挺 你怎麼挺好 我左化嘛 你來 你管你力量多大 我化掉 我走掉 我不讓你沾上 那就好啦 不讓你打到 不讓你碰到 那你有什麼疲倆 所以就把這個 四兩撥千斤就是 利用四兩個勁來把千斤 牽引 把它牽動 然後看他跑哪裡 你衝過來我們就順勢過去啊 你揮氣我們就打出去啊 就借力打力 局勢出乎意料之外的一面倒 原來在聽勁感受到動作之後 除了出力抵抗 也可以運用化境 隱進入空 這是把你的力量化掉 還是一樣 把你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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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來啦 你哪有化掉啊 我不頂你啊 我頂你我輸啊 結果隱進入空 完全是鬥牛 來來來來 你衝過來 空掉啦 那如果不跑掉怎麼辦呢 你整個火力好幾乎 差不多了對不對 所以隱進入空 一定要這樣 太前面就是 你力量來 碰到你力量把你 把你贏了 你來來 你哪有化掉 我鬆掉 太極拳是一門注重拳道合一的武術 習武的境界也是修行的境界 俗諺有云 一年招熟 三年懂靜 十年太極不出門 是只雖一年懂太極 三年知道靜 還要十年的毅力恒心 才能培養出氣 那我們探險鏈就是鏈器 把這個氣鏈煮 煉薄 煉薄 煉炸 那麼它可以 用就用得混混 混好用 那麼氣越煮越薄 它循環就越好 你氣 你的血液是液體的東西 那液體的東西 就像水龍頭 那個氏來水一樣 你一必像壓力 你才能夠沖 那你如果沒有壓力怎麼辦 所以我們在人體 不能用胖毒 所以我們又靠什麼 靠呼吸 呼吸把氣鏈煮了 有吐氣 把那個鞋帶上來 吸 把氣吸進來 肚子薄起來 越吸越大 吐那個氣 一吐氣 整個衝 衝到齊精八卦到處都是 所以太極人的這個氣 非常重要 所以太極的調息運氣 真的能對身體循環有影響嗎 我們來到了陽明大學 透過老師的協助 來觀察曼雲 在一般安靜時 啟示調息後 以及打完一套太極拳後 的呼吸頻率 心率變異度的差異 其實太極拳的動作有很多 可是 只要練過太極拳的 都一定會起勢 然後當然它 所有不同派別的太極拳 都有固定的起勢 是雷同的 一定是吸氣 開步 然後吐氣 然後往下蹲 所以我們基本上 練習過太極拳的人 都會利用起勢來調息 我們自己的呼吸 然後當然起勢動作 是非常緩慢的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 真的充分的 利用到什麼是 吸氣 吸到腹中 然後再吐氣 完整的吐掉之後 很安穩的 進入太極拳的運動 所以我們都會利用起勢 然後來增進我們 更快速的 進入太極拳的運動 然後也當然 我們的呼吸調節 這些會更順暢 大家可以看到 在打拳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到 他嘴巴張開 沒有 要鼻子呼吸 所以他呼吸的情形 是比較 這個 深吸慢吐 所以他是以 呼吸調節的時候 動作要跟呼吸配合 所以他動作一定不會 特別的快 因為他呼吸 然後他呼吸次數 控制的比較緩 但是長 所以不一定 大概範圍是在12到18次 就是以調整呼吸 然後由動作來配合呼吸 但其他運動 是你運動越積越的時候 所以呼吸呢 用我們自主的方式 讓他跳 讓他配合運動 所以你會 很喘 然後自然會用嘴巴來呼吸 剛一開始練太拳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什麼叫做 隱翼倒氣 可是後來我練久了 會漸漸的發現 我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動作 還有我的呼吸 所以我會利用每一個分寸 要轉腰的時候 我就會轉腰 剛好吸氣 手伸起來吸氣 手放下來 吐氣 起伏比較大的時候吸氣 往下蹲的時候吐氣 然後漸漸的漸漸的 因為我的呼吸的拉長 我的動作也會變得比較慢 然後在每一個呼吸跟吐氣的中間 然後你就會更能體會到 每一吋肌膚 每一吋的一點點的改變 當然是體溫 你會感覺到明顯的就是 我體溫又比較高 然後會有一股熱氣從身體裡面散發出來 然後還有就是 或許是呼吸的調節 我的思緒跟呼吸整個會變得比較平穩 然後緩慢 我們在做太極拳運動的時候 我們呢 是自主調節 所以他 因為呼吸 所以他必須要 他的動作的運率啊 方向 都是他自己控制那個頻率速度 那如果我們做其他運動的話 要配合外面 當然太極拳比賽的時候就不一樣 那是如果其他運動 你要打籃球的時候 你必須要 外面在動的時候呢 你要配合運動 所以他的動作是比較沒有辦法自己調控 然後一般來講 我們心跳呢 還有心跳是有什麼 我們自主神經 所以你很難控制他 但是呢 你可以用呼吸的方式 那我們講說你吸氣的時候呢 其實呢 胸腔是個負壓 所以心臟的血呢 是可以吸進去的 那然後 所以用呼吸的方式可以調整呢 我們自主神經系統的功能 所以有人說這個東西叫做 Breezing exercise 用呼吸式的運動 所以他特質是這個 所以呢 如果你叫他比較 比較中國話說就是 就是 氣功 就是氣就是呼吸 跟血液形狀配合 叫氣 功就是一種動作 然後一種什麼 運作操作 我當然是希望這個實驗 可以讓大家知道 打完太極拳 跟平常的呼吸 心跳 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 其實我在練的時候 其實我在練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可以 很明顯的控制我的呼吸 因為我動作變慢了 呼吸變慢了 動作拉長了 呼吸可以更慢 跟平常的呼吸一定 節奏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打太拳是一種 真的可以自己控制你所有 你可以控制所有的動作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呼吸 你可以在所有的動作裡面 依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調節 所以我希望這個實驗 可以讓大家知道 它其實是有助於 心跳變慢 呼吸拉長 然後 當然它本來就是一個 很緩和的運動 是有助於所有人的 就算是年紀小的到年紀大的 其實這個運動 對大家來說 都是非常適合的 從競技場上退休的曼雲 投入中小學教育 不忘過去老師提拔的點點滴滴 更想將在太極中的科學奧秘 傳承給正在努力的武術選手 透過一些力學的方式 透過一些湯老師的專業 透過體大的一些儀器的專業 可以幫助我們耳後的武術選手 可以為這一個很神奇 看起來很神奇的動作 找一個規範怎麼樣去練習 會比較有幫助 怎麼樣去表現會更好 很多人練習太極拳之後 發現它並不僅僅是在武術上面 在你的身體的操作上面 產生改變 同時呢 它也經由這個所謂的太極拳的思想 陰陽五行 包含中國的一些相關的哲理 它對人的性情會有一些改變 以跳舞來說就覺得就是動作 然後你在練其實也就是力量 然後後來接觸了以後發現 其實不是 就是有一些是超過 我之前能夠理解的 很多的放鬆嘛 然後 但又不能送到頂 然後跳舞就是一直外弦的 然後這樣子 我覺得練了太極拳以後 好像變得更敏銳 雖然肚子更大 然後對表演不太好 肚子更大 可是人變得更放鬆 人能夠更放鬆 更更敏銳 在接觸了以後發現 特別是城市太極裡面講的那個 運動體系 就是中間 然後 單田核心 移動 全動 節節貫穿這件事情 其實是 還滿 還滿 根本的運動方式 然後 我覺得跟跳舞的 所有運動 其實都還滿結合的 都是還是要從你中間的核心 開始出發 我不會刻意的去運用 因為出發點可能不一樣 但是你可能逃不掉 這些緣 因為它是一個 很完整的運動方式 就是說基本上解釋了 如何最省力的去運動 這樣子 可是你在跳舞的時候 因為你有時候是為了 要傳達某一種情緒 所以 情緒其實跟運動 就沒有特別的 直接的關係 太極拳的特殊發勁 與柔美動作的結合 成為堪稱一絕的武術表演 但就如同齊名一般 太極拳是不會被拳架的外框所限制的 包含自然萬物的太極哲學思想 這呼吸吞吐之間的肢體擺動 讓許多現代舞者也深深著迷 並產生許多舞蹈創作 太極與舞蹈的結合 讓這古老的中國武術文化 展現了不一樣的風貌 也被冒絕不定 鍵培點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